听起来在可能比较劳力操作的这些 他可能薪资赚的少 所以他必须要用工时去赚钱 赚取他的金钱 可是像医生这种报酬高 可是他付出的也很多 事实上他的精神也是比较重 所以我刚刚非常赞成有联讲的 以前我们只是说看时间时间 但是生理的跟心理的等同的重要 他都可能会造成 这个譬如说你长期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 是不是比较容易造成心肌梗塞 对不对会有血压升高等等 事实上这个都是以往被大家所忽略 跟有人刚才讲的 景气的时候大家赶工 所以你超时没有问题 但是不景气的时候 你是怕失去工作 所以你要拼命的表现 拼命的表现给老板看 所以这也会造成工作的压力很大 所以事实上在国外应该是非常care 一个工作压力这个关键的东西 其实最近老委会一直在讨论 过老死然后责任制等等 那老委会也开始有一些就是新的认定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过老死的认定 最近有一些改变 就是包括这个长期的工作过量 短期的工作过量 还有异常的事件 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紧张 惊恐惊吓 惊吓等等的精神负荷 还有对身体造成突然难以预测的紧张 或者是急剧且显著的工作环境的变动 那短期工作呢包括发病前一天工作过长 发病前一周常态性的工作过长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经过这个评估精神紧张负荷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去一个认定 然后这个发病前一个月 加班超过92小时 这是唯一可以确定 而且是直接相关 那其他呢两个月到六个月 平均加班超过72月平均 然后一到六个月月平均超过37小时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下副处长 你来讲一下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是过劳死 这个是一定要死了才能够去认定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他只是有发病 然后根据这发病前往前去推 如果发病前有经过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有人事地物 或者明确惊吓 临时火灾 或是保全与临时事去追小偷 好追小偷小偷没追到也可能就去触发了 或者是远警啊 突然一个什么刑事案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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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个就是一个叫极端的事件 这个是很明确的 就是会触发这个这个脑心血管的 那这些行业包括什么消防都有可能 远警啊还有什么突发的 都有啊都就是一个突发事件 就像你保全严平常是就坐着看嘛 但是突然那天小偷来 他就就就就一定要去去追 这一追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事件 他就勇猛的去追但是没追到 但是自己就就就就就触发了嘛 他触发当然就是也可能会往生 但也可能会救的回来 就是但是也可能造成就是中风以后 有一些有一些的后遗症 就是中风的后遗症 那这个是在就是异常的事件 另外一个是短期 就是评估大概一周 这一周子里面 那个工时很长 或者是富额很大 这个都可以算 比如说这一周里面 比方是三个人在在做的工作 如果那一周两个人 刚好是休假期的都请假不在 可是工作还在做啊 他也没找人 那就一个人硬把那三个人做 他就代理了所有的工作 不得了那一周代理下来 我本身有脑性血管疾病 那个时候也被触发了 那这个短时间工作量也算 就包括刚才说那个压力 精神无形的压力 这个通通都算在里面 就工作的压力也算 工作也包括说 你平常其实是做文书的工作 可是老板叫你说 这一周里面 你专门去做那个重体力啊 叫你去做那个工地有 有外面维修啊 工人不够吗 你去帮忙搬个砖头吧 你再搬个 搬个 搬个几天 大概你就是已经超乎你平常的 工作的的负荷量嘛 这身体上的负荷量 这种都可以被认定 对会被认定 就是一起来认定 然后就比较就长期 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 过老就长期累积的 那就是后半段的 那个就是评估 公时超过多少 评估半年啊 就六个月 大概是这样来看啊 那评估半年里面 当然最强烈的指标就是 加班超过92小时 这个叫做这个指标很强烈 那如果说后面还有两个指标嘛 比如说72小时啊 37小时啊 这个强度就没那么强的 但是是相关 他可能会触发 但是触发的时候 而且考虑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因子 工作形态 比如说他是文班的 或是夜班的 工作不规则的 工作的环境是有冷热环境 一直在变化的 有噪音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要一起去衡量 讲来讲去 这些是不是都还要医生认定 是要医生认定 来我们医生来讲一下 所以我们就 我曾经在医院就碰到一个案例 他是工部门的 譬如说专门挖下水道的 要帮人家清那个 可能居民会抗议啦 是什么时候弄 他长期挖下水道 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是在晚上的时间做 他自己就觉得 这个工作对他是一个很严重 因为他要去协调 邻居居民啊 协调这个等等 挖这个等等 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所以他终于有一天 在工作的时候 中风了出血了 那对他 如果按照加班的时数 按照这些等等 他完全算不了说是过劳时 因为他公务部门嘛 你看他如果正常上下班 但是你要想到 他可能处理的时候是 是一些 高压力的 对高压力的 民众抗议啦等等 或是居民抗议 还有他经常是职班的 职业班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觉得这个协调的这些 这个挖的这些事情 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心理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当然就把他去报成 这个过劳时 但是这个到底有没有出来 这个结果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这报出去 要等到这个 那这还好 他是只是中风出血 血块出来了 那我们赶快再手术 就像刚才一样 以前我们认为说 当然只要心肌梗塞死了 或中风死了 我们就一定可以认定 我们职业几乎都是大概 职业伤病造成的心血管疾病 或过劳死 那现在把这些情况 稍微放松一点 那可是这个空间 就变得比较大 大家认定的就更 更比较麻烦了 其实我们这个被认定过劳死 我们看一下的那个资料 一年才三十个案件 那可是这个到底是要 劳工举证呢 还是说资方要证明 我没有虐待他 对啊 所以我想说 我刚才讲说举证 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嘛 就是说 我们一直有一个讲说 只要劳工认为是 然后雇主无法举证不是 就是举证责任的 那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只要雇主无法举证不是的话 那应该就要 比较放宽的认定是 就刚才讲说 我们这一年才三十几件 实际上跟韩国跟日本 跟很多国家比起来 我们这是完全无法比较 所以其实举证的责任 譬如包括说很多劳工 像南亚克那个案子 他是猝死在家里 那那个雇主讲说 你在家里做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呢 但是每次他的 那个徐妈妈在讲 他那一段的时候 譬如说责任制 他还没有被约定为责任制的时候 他的薪水还比较高 因为还有加班费 被约定为人职以后 反而薪水比较低 然后呢 因为你工作表现得很好 所以你要负责写论文 对 写了论文以后 就其实一直赶 然后觉得说 好 那我必须要完成公司 所交付我的工作 因为变成我是责任制 所以到最后 在那个工时过长 那又压力太大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产生 那比如说 我刚才举一个个案 比如说 有一个陀拉库的司机 陀拉库司机 我想说 一般人认为想说 抽烟嘛 吃檳榔喝酒嘛 然后工作时间太长 就法院的判决讲说 因为他长期坐在开车嘛 所以早知他的血液循环的问题 可能是会影响他那个 而法院去判定说 那是一个职业病 所以其实很多的认定 有时候 那个过程其实是对劳工 跟劳工家属是很残酷的 那我觉得在政策上 或许放宽一点 或许更加的让劳工 能够去主张自己的权益 我觉得这是未来 政府可以在这部分做更多的 其实过劳时 真的有时候在认定上 会有很多的争议 比如说心血管疾病 人家就说 这是个人因素 你自己照顾不好使 你怎么可以怪公司呢 可是在这个工时过长 或者是在认定说 你的压力过大 非常难认定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 到底什么是责任制 拿起手摇杯 制作特条饮料 28岁的吴先生 原本是科技业工程师 三个月前和同事一起转行 开饮料加盟店 自己投资当老板 就是不想再过着 无止境的超时工作生活 如果案子很赶 你有时候做到十一二点 超过凌晨都有啊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七成八的上班族 都像吴先生这样 被老板告知工作属于责任制 因此常常要超时加班 加班时数最多的前三大产业 第一名是资讯业 第二名是科技营件 不动产和媒体并列 排名第三 因为我从事是唱片 跟媒体的工作 那其实在22岁的时候 我就曾经有一次过劳的经验 是因为三天三夜 赶一支天后的NTV赶首播 那时候我都没有睡觉 加班的时间 大概每个月呢 超过了36个小时以上 根据劳基法规定 就算是规范为责任制的产业别 也必须向地方政府劳工局合备 否则最少可以罚还6000到6万元 而其他违规情节 还可以合并开罚 而非责任制的产业 加班必须回归到劳基法 每天工作总时数 不得超过12小时 而且加班也必须发给加班费 其实根据人力银行的一个统计 大概有八成的上班族 都是责任制 也就是说你加班不给钱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呢 有脸 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 上班族 责任制无所不在 他被片面的去约定为责任制 譬如说 我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然后会有那个出场降 就是说制造业没有被认定为责任制 所以我想说台湾的设置普遍违法 就企业是在违法的 那很可惜 我觉得 譬如说不管在罚者 不管在政府的劳动检查这部分 我觉得还要加把劲 每年我们来讲 其实都在讲说 劳动检查也不足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讲了十几二十年的 我觉得应该要 浮体投进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责任制 这个部分 政府必须要在今年 列为一个很重大的检讨 甚至于 劳基法第84条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适当性 必须要做前面的检讨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 说下来的台湾的工会组织力很低 不只是医生没有工会 大家都没有工会 所以大家的保障 譬如是这部分应该要 让有比较严格 而且甚至于我们认为 责任制的这东西 必须要官方要有个很 捐绝的态度 其实企业界 大概只有5%有工会 那大部分都没有工会 有工会大概也没有什么力量 所以处长 你怎么样去看 就是说八成的人都是责任制 那到底你们劳动检查 能够检查出来吗 当然 劳动检查是可以检查的出来 因为劳动基础法里面 有很多的规定 就是他应该自备 这个工人名册 出勤的记录 这些 那基本上 劳动检查员去 他依法去检查 他们要提供这些资料 或者是这个 他的新资表这些 所以这个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哪一个界限才超过说责任制是不行的 哪一个界限 责任制是有特殊的啦 就是办事条之一里面 他是有特殊的规定 就是属于叫做专业知识 或是技术完成一定任务 并且就是付这个成败责任的 这个叫做责任制 而且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的认定行业 合备才算 比如说这个金融服务资讯设计 资讯系统设计维修 或者是这个工程的技术设计 或者是医护的这个急诊室的 或者是特殊的场所的这些医护的人员 这个是属于责任制 这个是责任制就不受这个叫公时公知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打个岔 刚刚医生他们就讲他们那么累 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晚上 这个算不算责任制 如果说他是在急诊室目前 他是有经过报备准的 他是可以认定 但是这个无限制的 就是说因为你记得每一个个案来的 都要给他增加压力 事实上这个他不可能说 我时间一刀两切割 这个个案不是我的 我们就不出 所以事实上这个责任制 刚刚主持人讲的 责任制要怎么拟的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实在是很有的这个必要 所以你们医生都没有加班费 没有吧 职班费有啦 不过84条之一 就是虽然是重拾责任制 也不是叫你不休息 也不是没有限度 他有一大原则 就不得损及健康及 那个劳工的福祉 很重要的 不得损及健康 那也就是对这个高风险群呢 那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有超越 某些的界限了 所以这条界限很难嘛 所以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劳工觉得压力很大 已经损及我健康 可是资方没有这样认为 那怎么办 对事实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问题 那个压力是每个人对事情对外在环境的他的一些反应 那每个人的承受压力不一样 对不对 那刚刚讲的景气的时候可能薪水多一点 大家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因为有了养家过活比较好一点 但是快到财源的时候怎么办 他是不是压力就出来 所以事实上在国外根据看工作那个压力的时候 第一个就工作有没有这个需要吗 如果你的薪水是要养家活口 你没有这个薪水 这个压力当然就很大 另外他们另外举一个例子说 你这个工作可不可以抽空出来 打个五分钟十分钟的电话 你可以自己运用自己的五分钟十分钟 那你的你的这个主控性就比较大 这当然压力又就比较少 可是在生产线的员工怎么可能会有这些压力 这个这个时间来打 所以他相对的就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看起来 可能有些人他的压力是很超 所以你搭举了